我们做了这个例子拿过来啊 拿过来是这个运动的例子是吧 运动的这个例子啊 把它拿过来 定时器动画啊 把它打开啊 好 重命名一下 这个001吧 好 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例子的话怎么呢 就是这个运动的动画是吧 运动动画啊 好 这个运动动画的话 那么是它有什么 它是什么原理的是吧 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盒子首先什么 它要定位吧 那么有同学什么没有定位 所以说你设置它的left什么 没反应是不是这样的 首先它得定位啊 position absolute 然后设置它的left值和top值才有反应啊 我们就是什么呢 就是改变这个left值让它动吧 怎么改变呢 就是说我们定义了一个函数吧 是吧 好 这个函数的话是干嘛的呢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全局变量啊 这个变量我们等会再说的啊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啊 那么定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变量 是这样的啊 这个变量怎么样呢 默认是等于零是吧 默认的时候等于零啊 好 这个函数是干嘛的呢 函数是 我们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这个函数会把这个值什么 加一个值吧 比如说加一个三是吧 只要运行它 它会加一个三 在这个值的基础上加一个三 然后把这个值呢 再负值给这个核子的 LEFT的首性吧 LEFT的首性啊 所以说这个LEFT的话怎么样 如果你执行一次函数 它这个LEFT值会增加吧 是吧 好 那么我们运行一次 这个函数的话怎么样 它是不是会增加一次啊 那如果说我反复运行这个函数怎么样 它是不是这个怎么样 会反复的增加啊 会一直增加吧 一直增加的话怎么样呢 就可以实现一个什么 动画的效果吧 是吧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什么 合并成这个一种写法吧 是吧 把这个函数是吧 把这个函数直接写到这个地方来啊 写成匿名函数的形式 是吧 就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是前面两句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例子啊 那么接着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什么 这个值是吧 它是不停地加的吧 如果说它加到一定程度 我想什么呢 让它不动了 是吧 加到一定程度 那么我做了一个判断是吧 如果说它大于700什么样 我就把定时器给关了 是这样子啊 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这个函数什么呢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执行的这个语句 什么样呢 是每30毫秒怎么样 它都要运行一次吧 是吧 每30毫秒都要运行一次 这里面啊 就每30毫秒 都要判断一下这次啊 判断一下啊 就是说前面呢 是不是这样 前面都会判断吗 判断都通不过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都通不过 所以说它一直在做这两件事情 这个一直通不过 直到怎么样呢 这个值 加到大于700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是通过了 通过完之后怎么样 就把这个定时器给关了 是吧 所以说它就 这个什么执行的过程就结束了 是吧 那么就不执行了啊 就这个定时器就不执行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定时器的什么呢 这是我们上次做的一个动画的例子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把这个例子再优化一下啊 假如再改一下啊 再怎么改呢 假如说我这么做啊 我想做这样一个动画 就是说这个这个盒子啊 就运动到700的时候 然后又回来 是吧 回来完之后怎么样呢 碰到这个地方啊 又又过去 过去完之后到了700又回来啊 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摆动的动画 是吧 那么可以怎么做啊 我们就可以稍微改一下是吧 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 加3这个是吧 这个3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变量存一下 然后怎么样 我如果把它改成负3的话 它是不是就回来了 每次减少嘛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就回来了 是吧 好 那么的话我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我拿一个 再定一个speed是吧 ispeed啊 ispeed的话 假如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假如就等于3吧 是吧 可以吧 等于3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我让这个什么呢 这个i left 加等于这个speed 可不可以啊 ispeed 可以吧 可以啊 好 这个没问题是吧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一样的吧 好 一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如果说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到了这个700的时候怎么样呢 700的时候我不关它啊 我不关它 我怎么样 我把这个 我这个时候我不关这个定时器 是吧 我把这个 i时币的给它调成负3 可不可以啊 这个时候我让它等于负3 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 i时币的 等于一个负3 就是说把它重新负值吧 就是把它的值改成这个负3啊 那么负3的话 那么有人说你这个不是等于3吗 这又等于负3 怎么回事呢 是吧 那么就是这个程序从上往下执行的时候 什么 先执行这几句吧 好 到后面的时候 它永远是在这里循环吗 在执行这里 明白没有 上面就不执行了 是不是这样的 它一直循环的是这里 是吧 一直做的是这里啊 每30毫秒去做这里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等于负3的话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时候什么 iLap的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大于700的是吧 或者是大于等于700的啊 大于等于700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就让它减 每次的话 这个时候什么 是减3吧 减3这个700是慢慢的变小啊 变小它是怎么样 就是往左边动吧 是吧 往左边动啊 再来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再刷新一下 是吧 然后我去 根本下 是不是又回去了啊 是吧 这个是由减吧 减减减减 是吧 好 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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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减减减减减减减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又往这里一直一直 又过去了 是吧 又过去啊 我这个时候是想什么的 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 停一下 不是 不是停 让它再过去 这样的 再过去 再过去的时候 我怎么做呢 是吧 我再判断一下 再判断一下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让这个什么呢 好 再判断一下 如果说这个什么呢 I left 是吧 I left 什么呢 它会小于0吗 这个七百一只 减到什么呢 0再减三 是不是小于0呢 好 我让它小于0的时候 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我让它怎么样 给它拿一个 把它再调过来 可不可以啊 把它再什么 I十币的 再给它等于一个 再给它等于三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是吧 好 好 那么的话 你说这两个判断 它怎么弄呢 是吧 好 刚开始的时候 它大于三 是吧 刚开始的时候 它大于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 我再捋一下 如果说它先是等于0吧 等于0的时候 怎么样呢 就是不停地加这个3吧 是吧 这个是3 加3是吧 那么这两个怎么样 是不是都不满足啊 一开始这两个 是不是都不满足啊 比如说3 如果是加3的话 一开始是等于3 3满不满足这个条件呢 不满足吧 这个条件也不满足吧 所以这两个循环 永远是 这两个衣服 永远是不进去了 是吧 好 一直加到700 大于700的时候 这个满足了吧 这个满足之后怎么样 就把它这个值变成负3了 负3之后怎么样 它就开始用负3来算吧 就回来了是吧 回来之后的话 再把700再减负3 减3的话怎么样 又小于700的话 小于700 小于700的话 这个就不满足了吧 这个是不是也不满足啊 好 就一直减700 一直减 一直减 减到什么 减到小于0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又满足了 是不是这样的 又变成3了 没有 是吧 变成3之后又一直加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两个条件怎么样呢 它不是重合的 好 就写这两个条件之后 它就可以什么呢 实现这个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再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先什么呢 先去 过去啊 好 这个好像慢了一点啊 可以调快一点 我们来调快一点嘛 假如说这个 这个给多一点 假如说给个5 可不可以啊 是不可以快一点啊 是吧 快一点啊 这个可以快 就是每次动得多一点 是吧 动得多一点啊 好 这个的话 那么要调一下 这个不动啊 这个不动可以啊 因为这个3 不一样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啊 那么把这个时间调小一点 可不可以啊 就20毫秒动一次 是吧 20毫秒动一次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先过去 是吧 先过去 然后再回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再回来啊 回来 再过去 是不是这样的 就可以做这样一个动画啊 就循环往复的动画啊 循环往复的动画的话 就是用了这个 循环这样的 用了这个什么呢 两个判断啊 两个判断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好 这个 好 这样一个例子啊 好 好 谢谢观看